他们的童年在深山中度过 他们几乎过着与世和洁的生活 特殊的生存环境让他们孤僻胆怯 几乎丧失了与人沟通与交流的能力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有这样宇宙不同的生活轨迹 又是什么力量能让他们重建沟通与交流的能力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深山里的兄妹俩 2013年的2月28号 9岁的妹妹张小飞和13岁的哥哥张小亮待在家中 偶尔哥哥小亮爬到树上 眺望一下远方 他们的父亲张希林站在院子里 同样一言不发 这对兄妹妹妹叫张小飞 哥哥叫张小亮 他们的父亲叫张希林 这一家人都是云南省文山市开化镇 堂子寨清水堂村人 学校还在放假呢 这兄妹二人呢除了待在家里边 没地方可去 一家三口在院子里边 不说话 不交流 都愁眉不展 张家生活的地方叫做小白鹿山 小白鹿山漫天遍野都是树 一眼望不到头 山里只住着张家这一户人家 从张家到最近的村寨 虽然直线距离只有三公里 但山路曲折 依山路攀山而行 足有十公里 步行要两个小时 张家所住的房子 是用土坯和山石累建而成 几间房子孤零零的 净卧在一片山林之中 房子里没有窗户 晴朗的白天 屋子里的光线也很暗 家中不通水电 只能靠蜡烛照明 就在这样无声的世界里 妹妹小飞和哥哥小亮长大了 但是他们却几乎不会交流 也不敢与陌生人交流 张锡林曾在山中帮人养羊 2010年雇主来到山里放羊 看到小飞和小亮已到了入学年龄 好心提醒张锡林 该送他们去读书了 张锡林才带着小飞小亮两人 找到了当地最近的村小学 姑娘寨小学 来到学校之后 张锡林向姑娘寨小学的老师们 说明了两个孩子的情况 那一年妹妹小飞七岁 哥哥小亮已经十岁 因为他们毫无文化课的基础 学校决定让他们两人同时 从学前班读起 但是呢他没有户口 那我们姑娘在小学 知道这个事呢 也还是按照这个义务教育阶段 究竟入学的这个规定 都是享受国家的两名义务政策 因为家庭贫困 当地的教育部门为小飞和小亮两人 减免了相关的费用 现在他们已经读到小学三年级 因为特殊的成长环境 造成了小飞与小亮孤僻胆怯的性格 他们从不敢与任何人单独的交流 也不和同学说话 不参与大家的游戏 即便是在学校 仅有的交流 也只限于兄妹两人之间 姑娘寨小学的老师发现了这一问题 为了让小飞和小亮 多一些机会与人接触 老师经常在课下时间 找到小飞与小亮跟他们聊天 说说学校的生活与家中的情况 即便是这样 两个孩子的话语依然不多 哥哥小亮除了不与人交流之外 偶尔会表现出一种不耐烦与躁动 父亲张希林并不识字 一直以来对小飞小亮没有任何学习上的辅导 刚入学时 两个孩子连从一到十的数字都不会数 在课堂上 小飞与小亮从不主动回答问题 对于老师的提问 要么只是答应一声 要么就一直保持沉默 由于缺少学习互动 两人的成绩并不理想 这可急坏了班主任张老师 他经常对两个孩子进行单独辅导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找到更好的与两个孩子交流的方式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因为他两兄妹读书也是读得有一点大 有点大就是他读书那个年龄已经错过 在姑娘寨小学 小飞与小亮像是一道孤单的弧线 孤独地运行在从大山深处到姑娘寨小学的轨道上 由于山路崎岖 从张家到姑娘寨小学攀山而行 小飞与小亮要足足走上两个小时 虽然小飞与小亮的成绩并不理想 但他们知道上学机会来之不易 十分珍惜 三年来两人上学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 不论刮风下雨 总是准时到达学校 每天天不亮 小飞与小亮就早早起床 凌晨五点钟的时候 两人已经走出家门 走在盘山路上了 若是赶上个刮风下雨 兄妹两人要走上三个小时 才能到达学校 小飞与小亮两个人能够走进课堂 这对他们来说来之不易 他们也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 正因为如此 两个孩子一堂课都没有缺席过 因为在婴幼而最重要的语言发展期 这两个孩子没怎么说过话 也没有跟外界接触过 所以你看现在 他们跟别人沟通和交流就有了障碍 我们不禁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一家三口就要生活在这儿 孩子们为什么只有一位年迈的父亲 他们的妈呢 小飞69岁的父亲张希林 远及文山市西筹县人 1990年起 在开化镇堂子寨清水堂村 小白鹿山的山头 看守山林 曾是某林厂的一名临时工作人员 当时每月有80块钱的工资 张希林在这里一待 98年的时间 他说他没人的事情做 那就是要求他那林厂做临时工作 当时我们领导考虑他 确实没人的事情做 给他帮助 期间张希林曾回原籍办理相关手续 却发现由于自己离家后一直音讯全无 他的户口已被注销 张希林又回到了已守灵八年的小白鹿山 从此就在这里扎下根来 1999年初张希林花了两千块钱 娶回了一个姓王的女人 第二年儿子小亮降生了 此时张希林的工资已从每月80元涨到了250元 林厂同时允许他在自家房前屋后 开山种菜种粮 张家在大山深处的日子也算风平浪静 2002年林厂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 不能再雇佣临时工作人员 林厂按照文件给他改品 有个人在山上放养 放养就喊他帮放养 每个月给他300元的生活费 生活中红就是靠的 林厂提供给他的职的土地 每年栽种的宗教 来维持基本生活 考虑张希林年纪较大 孩子又小 林厂也为他提供一些特殊的照顾 允许他继续住在原有的房子里 房子周围的地继续供他使用 还特别允许他每年可以减时一些 掉落在地上的松茅 虽然林厂为张希林的生活 提供了很多资源与便利条件 但张希林并没能像别人那样发家致富 村里人说 这主要跟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有关 2003年张希林的女儿小飞降生了 这使得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加俊迫 一年后 当初张希林花2000块钱取回家的女人 就抱着小飞离开了张家 但张希林对此事却有着另外的说法 当时的小飞被灌下了安眠药神志不清 张希林找人帮忙抱回了小飞 小飞回到家中一直昏睡不已 两天后才苏醒过来 张希林此次找回了小飞 但小飞的母亲却没有跟着张希林一起回到大山 令张希林没有想到的是 2006年 女儿小飞再次被别人带走了 幸好张希林再次及时发现 找回了女儿 虽然小飞只有十岁 但在一岁时和四岁时 这两次被人带走 并曾被灌下了安眠药的经历 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 并一直影响着小飞的成长 每当有陌生人靠近时 小飞都会有一种本能的躲避 当地的民政部门在走访的过程当中 了解到了处在深山中张希林一家的生活境遇 因为张希林他不是本地人 原有的户籍又给取消了 所以给张希林办理贫困家庭的低保手续 就有点麻烦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当地民政部门的努力下 张希林和自己的两个孩子 终于办成了低保 由于张希林一家独居在深山中 多年以来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 他们的情况不为外界所知 直到2012年 闻山市卧龙街道 堂子寨社区的工作人员 才了解到他们的具体情况 卧龙街道办事处堂子寨社区 为张希林一家三口落户之后 民政部门依据张希林提出的低保申请 很快解决了张家的低保问题 我们在这个今年的爷爷份 已经批准把他们这个一家三口 拿入这个这个城镇最低生活保障 那么现在他家三口呢 每年每月呢是领到200元 那么基本上就说这个 总的呢合计呢就是600元 对于年近70的张希林而言 一家三口能够享受低保 缓解了张家主要的经济问题 逢年过节民政部门的相关人员 也会到张家看望他们一家三口 并送来慰问品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社会爱心人士 对小飞与小亮提供了帮助 以走然的机会 文山公益助学会的人 知道了小飞和小亮的情况 特意前往大山深处的张家走访 通过连续两次的实地走访 了解了小飞与哥哥小亮的真实情况 将兄妹两人列为文山公益助学的帮扶对象 刚刚接触兄妹两人的时候 小飞和小亮几乎一言不发 这一状况也引起了志愿者们的注意 在为兄妹两人补习课本知识的同时 他们更有意识地培养两人的语言能力 与人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通过一些集体活动的训练 让他们逐渐学会如何参与到群体中来 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 只有将小飞与小亮 融入到一种群体生活当中去 才能增加他们与人沟通交流的时间与机会 才有可能转变两个孩子孤僻的性格 打破他们无法与人交流的局面 出于这种目的 也出于小飞小亮两人上学路途的遥远 当地教育局提出了一种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让两个孩子转学 转到一个有住宿条件的学校里 这样既可以省去每天四个小时的往返路程奔波 更能让两个孩子更早地融入到集体生活中去 锻炼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 这一天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张家 看望两个孩子 并跟张希霖沟通两个孩子转学后在学校寄宿的事情 但张希霖并不同意 她不舍得两个孩子离开自己 经过一番开导 张希霖最终同意两个孩子转学的事情 文山市教育局为小飞小亮选择的是文山市同场希望小学 开学之前的两天 文山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带着小飞和小亮来到新学校 带他们参观新的教室与新的宿舍 当看到明亮的教室宽阔的操场 还有整洁的宿舍的时候 小飞和小亮露出了微笑 他们喜欢这个学校 盼望着尽快地开学 到那时 他们就再也不用走上几个小时的山路了 当两个孩子终于露着笑容 说自己喜欢这个学校 喜欢自己的宿舍的时候 他们恐怕还没有意识到 这样的转变会对他们的未来 起到多大的作用 小飞跟小亮这两个人 从小就生活在孤立的环境里 而为他们转学提供住宿条件 就是要把这两个孩子 放在一个群体生活空间 让群体生活带动和感染他们 小飞今年9岁 小亮呢13岁 他们还很小 可以尽快地学会适应这一切 把心灵从一个封闭的空间当中拽出来 把耳朵带进一个有生的社会 这些改变对于小飞跟小亮而言 那才是更重要的转行 从此他们的人生会发生很多 看不见的转变 多年以后 当这种转变呈现出效果的时候 两个孩子的心里会知道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 肮脏狭窄的工作坊公厕 为何会传出婴儿的体肤声 现场景象令人惊呆 是谁制造了这样一模 救援现场一波三折 能否挽回这脆弱的生命 婴儿为什么会掉进下水道 她的亲生父母又在哪里 请收看道德观察 下水道里的气音